社会的消息来看 宜兰警分局的新民派出所 今天早上10点多获报 南管市场内发生纠纷 而派员到现场发现 是一名黄姓嫌犯 因为看见摊伤的围裙内有现金 想要伸手来抢取 但被害人不从 黄姓嫌犯就攻击被害人 造成成性以及真性女子 脸部跟手脚挫伤 而警方查证后 立即把黄姓嫌犯 依照强盗的现刑犯 逮捕移送法办 16日上午4点左右接获报案 只称市场内有纠纷案件 经本分局立即派员前往现场 发现为黄姓犯贩购物时 眼见摊伤身上 围裙内有现金 尽心生歹念 欲出手抢取被害人身上财物 遭被害人制止以反抗 犯贤见被害人不从 遂出手攻击两名被害人 造成被害人身上 以及背部多数受伤 性警方即刻赶到现场 立即将犯贤予以逮捕 全案依强盗犯贤一送侦办 早些人会找到 必须 可疑